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在谈到多边贸易体制 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遭受严重冲击时说 中方支持对世贸组织进行必要改革 以增强其权威性和有效性 王寿文说 世贸组织改革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非歧视开放的核心价值 还应支持发展中成员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此前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 北京为实现世界自由经济 和应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要求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 为此 中方提出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 三个基本原则和五点主张 三个基本原则包括 第一 世贸组织改革应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 中国认为非歧视和开放 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核心价值 第二 世贸组织应保障 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 第三 世贸组织改革应遵循 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 规则应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 五点主张包括 第一 世贸组织改革应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的主渠道地位 第二 世贸组织改革应优先处理危及 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问题 第三 世贸组织改革应解决贸易规则的公平问题 并回应时代需要 第四 世贸组织改革应保证 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 第五 世贸组织改革应尊重成员各自的发展模式 此外 王寿文表示 从官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成立到今天 在这70多年的时间里 可以说多边贸易体制以规则为基础 强调透明 非歧视 开放和包容 由此推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进程 为全球贸易发展做出贡献 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为可持续发展包括脱贫都做出重要的贡献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 今天多边贸易体制 正遇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今年1月 美国因为WTO虚改革透明度问题 再次拒绝了60多个WTO成员 对于尽快开启上诉机构法院候选人 甄选程序的请求 5月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士庚红城及欧盟贸易专员 马姆斯特罗姆在巴黎举行会谈 并达成欧盟 日本 美国制定 更为严格产业补贴规则的基础 基础界定文件 关于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的联合声明 关于市场导向条件的联合声明等联合文件 文件多处表达出 三方对WTO规则进行完善和改革的意愿 7月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前往华盛顿 就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 同美国进行会谈 并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对WTO进行改革 11月的APEC峰会上 美国公开抨击世贸组织 并且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中国正巩固与欧洲的伙伴关系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在中美贸易战和英国退欧背景下 中国正利用中欧论坛 汉堡峰会这一传统平台 来加强自己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政策 第七届汉堡峰会将于下周举行 届时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参加会议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说 汉堡峰会是中欧政界商界和学界 基因之间的传统对话平台 近几年以来 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 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德国是中国在欧盟国家当中 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与德国的贸易额相当于 英国 法国和意大利的贸易总额 近日中国驻德国大使 施明德在接受 德国世界报的采访时表示 中国与德国保持的密切关系 是与任何国家所没有的 据报道 俄罗斯科学院欧洲所专家 弗拉基斯拉夫别洛夫表示 总体来看 德国商界对与华合作水平是满意的 显然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 和不确定是否能摆脱贸易战的条件下 中国将提高巩固 与欧洲国家合作的积极性 考虑到欧盟领导层政治特性 中国欧洲外交的优先方向 将是发展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 其中包括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 多瓦尔于11月23日和24日 在中国成都就中印边界问题展开了 第21轮谈判 中国的新华社报道称 谈判取得了重要共识 并将进一步完善边境地区信任措施建设 继续加强社边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印度驻中国的大使馆发表声明说 在边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 双方将继续共同维护 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作为两国此次谈判的特别代表 王毅和多瓦尔在会谈中 还回顾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印度总理莫迪 分别在4月、6月以及7月会面后 两国在双边关系上取得的进步 参与上一轮谈判的是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杨洁篪和多瓦尔 当时正值中印军队在边界线对峙之际 释出原因是中国试图 在避临印度与布丹的洞朗地区修路 遭到两国反对 对峙最终以中方停止修路结束 中国领馆遇袭案两名嫌疑人被捕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巴基斯坦警方11月24号 逮捕了两名参与袭击中国领事馆事件的嫌疑人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三名武装分子23号攻击 并试图闯入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的领事馆 在与巴基斯坦警方交火之后被打死 这两名嫌疑人是在卡拉奇和沙赫达德布尔分别被捕的 至少一名嫌疑人在中国领事馆预袭之前曾与发动袭击的人有过接触 警方尚未公布这两名嫌疑人的身份 报道称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 巴基斯坦分离组织毕露支解放军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 毕露支省有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 这是毕露支分离武装今年第二次针对中国的重大袭击事件 据美雷社的报道说 毕露支解放军今年已经宣布对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安保人员和基础设施 实施的12起袭击负责 今年5月份 数名枪手在卡拉奇对两名华人开枪致一死一伤 8月 一名自杀式炸弹的袭击分子驾车在毕露支省撞向一辆载有中国矿工的大巴 导致5名工人受伤 据报道 几年来中国向巴基斯坦带出的大量款项 使得后者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巴基斯坦的主权债务已经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0% 其中可能有一半的债权都属于中国 上个月 巴基斯坦已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救援请求 刘强东性侵案持续发酵 京东股价 逼近迫发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CEO刘强东性侵案 因涉事双方各自一词等原因陷入僵持状态 日前检方就该案起诉问题 做出了新的回应 据香港南华早报23号的报道说 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俊检察官办公室 日前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当中表示 每一期案件都是不同的 审查一期案件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有时需要的时间很长 有时又很短 刘强东是因为负伤 但是这与我们审查该案无关 此前由于检方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 仍然没有宣布结案 也没有对被告人刘强东起诉 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其中不发有人质疑 检方是否因为刘强东的社会地位比较特殊 因而对其另眼相待 因此检方发表了上述的声明 但检方也没有对外界做出进一步的披露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案的进展缓慢 另外路透社也在相关的报道当中表示 当地检察官正在权衡此案的证据 他们正在考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 当事双方对当天晚上的事情持不同的说法 其二 警方当初抓捕刘强东之后 最初判断刘强东没有犯罪 其三 女当事人在案发之初 不愿意对刘强东提起诉讼 一些法律专家表示 受害者最初不愿意立即提控刘强东 这可能是导致检察官迟迟未能下决心 提出指控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他们会担心陪审团如何看待这件事 不过针对这个问题 女当事人的委托律师弗洛林 曾经回应媒体的质询时表示 这个案件很简单 刘强东迫使女当事人进行非自愿的性行为 而受害者对于自己遭遇的一切 不情愿 恐惧和困惑都是常见的事 因而他最初对指控的犹豫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没有人能理解强奸受害者最初经历的情感压力 另外自刘强东涉嫌在美国强奸女大学生 一度被捕的消息被暴提以来 京东的股价下跌了于三分之一 11月23号 纳斯达克指数京东股价收跌5.62% 暴收19.27美元 市值为278.8亿美元 自9月初刘强东性侵门事件爆发以来 京东累计下跌35% 市值缩水150亿美元 京东活跃用户也出现了上市以来首次环比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 京东现在的市值已经低于四年前上市首日的收盘价 距离破发仅一步之遥 吉林机械厂爆炸 两死57伤 企业负责人被控制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中国当地时间的11月23号23时取 中国吉林省辽园市东风县一家机械工厂发生了爆炸 并引发了火灾 截至当地时间的11月24号下午 事故造成了两人死亡 受伤人员的人数已经从早先报道的24人 升至57人 据当地政府的消息显示 东风县三河乡永安村三组 江城建设集团废旧仓库堆料厂 因毅然一包物品引起爆炸 造成周围部分房屋不同程度的受损 事发后 大火照亮了漆黑的夜空 现场浓烟滚滚 有强烈的刺鼻气味 而截至到24号12时40分 有两人死亡 57人受伤 爆炸后 现场周围群众已经全部疏散 其负责人已经被控制 救援人员还通过排查 发现受损房屋370户 其中轻微受损282户 鉴定需大修73户 彻底倒塌15户 企业场内则无人员伤亡 目前现场明火已经扑灭 具体情况正在调查核实当中 据报道 经过排查 此次事件排除了爆恐行为 受伤人员已经及时的 送往当地的医院进行救治 保守势力成功动员 台湾反同公投三案大胜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11月24号 台湾举行的十项公投 反同公投三案大胜 接跨过494万的门槛 挺同的公投则表现得不如预期 据德国之声报道说 由下一代幸福联盟提出的公投三案 包括民法婚姻限制在一男一女 支持同性婚姻专法 和要求拿掉国中小的同治教育 分别获得超过650万 600万和550万张票的支持 支持修改民法和现有国中小 性贫教育的人数 约获得300万人的支持 夏福盟透过新闻稿表示 大家以同意票向政府表态 什么才是主流民意 同时也呼吁未来政府 在修订相关法律 及制定国中小课程时 应比照公投提案进行 他们强调 将成立修法小组 用最快的速度将草案送进立法院 期盼立委尽速修法 据报道 姓平团体则召开记者会说明 对于这样的结果不意外 并表示这样的结果 伤害了台湾的民主价值 蔡英文政府应该想办法 如何让社会更有效的沟通 而不是放任 让少数团体受到伤害 据报道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系博士生 南乐表示说 他认为这次反同公投成功的关键 在于保守宗教团体 与家长还有教师团体 在立场与话术上成功整合 据报道 十项公投当中 其他通过门槛的还包括 国民党提出的反空污 反深奥和反核实桑案 以和杨绿一案也通过门槛 高雄市此次台湾选举最大焦点城市 目前一位年轻的选民陈先生 与记者的聚会中表示 他当然会投给韩国瑜 因为他认为韩国瑜会带给城市 新的经济想象 身为同志的他表示 虽然韩国瑜公开反对婚姻平权 但是他认为民进党 从来也没有支持过同志平权 而且也许韩国瑜是未来可以沟通的人 另外一位经营民宿的许先生 也对BBC中文网表示 高雄的经济真的动不了了 我不会投国民党 但也不想投给陈其迈了 这简短却深刻的对话 可视为是本次民进党的大败的切片之一 年金改革得罪所有偏蓝的军公教选民 以及经济发展的停滞 加权之下 蔡英文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期中考 结果是惨败 一些分析提到民进党对台一例一休 得罪劳工以及青年打工族 婚姻平权食言被同志视为背叛 停滞的经济因素 加上传统国民党支持者军公教族群 使得绿营就算在执政多年的高雄市 都败给政治明星韩国瑜 换言之 蔡英文在当年总统选举时 所席卷的年轻选票 这一次几乎绝技 也有许多评论认为 民进党与柯文哲的分裂 加上对后者打压过头 使得全台各地的科粉 为了给蔡英文一个教训 选择不投给民进党 其实韩国瑜和柯文哲的合作关系 让民进党倾全力打击韩国瑜 此外溢效果 让民进党在各县市几乎溃不成军 在记者截稿之前 台北市现在的差距还是1000票内 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胶着战区 民进党预料在选后 需要重新思考与柯文哲重整关系 后者也需要重整自己的政治角色 两者对彼此的猜测与斗争 让蓝军归队 国民党大胜 如同一场全台的大民意调查 公投结果表示 台湾社会对于同志婚姻 以及家庭价值趋向保守 以右派基督教组成的 下一代幸福联盟 欣喜表示 这是婚姻价值的胜利 如同长期观察台湾社会的 网络评论者曾百文强调 保守价值其实才是台湾社会主流 曾百文说 台湾社会仍有浓重的保守主义 对转型正义 台湾主体性 人权议题等 并不如倡议社群以为的 那么在乎 而门槛下修通过的公投法 却迎上保守主义的反扑 他说台湾社会的保守性格 还是十分坚固 台湾社会的改革只是缓步前进 一位在高雄市任教的小学老师 对BBC表示 教育现场的老师 其实很支持性别教育 因此老师们也应当尽全力 保护得来不易的改革成果 此次民进党大败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国民党的民意回归 台湾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中美两国对于台湾内部政治的大洗牌 会否有任何动作 或是如何调整三方面关系 这更是接下来不到两年即将举行的 2020台湾总统大选的焦点所在 银黄被新抵达巴黎 警方动用催泪瓦斯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事实报 席卷法国各地的抗议活动 抵达巴黎香榭利大道 示威者对新燃油税和马克龙的政策感到不满 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后者动用催泪瓦斯 驱散人群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11月24号 数千民众在法国巴黎举行抗议游行 反对上涨的汽油价格和计划中的柴油环保税 抗议者都身穿银黄色的背心 有示威者试图移走警方 设置在大道上的路障 警方动用了水泡和催泪瓦斯 驱散民众 抗议浪潮已经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 在法国各地的高速公路上 设置路障几天之后 众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香榭利大道上 有抗议者挥舞着手中的标语 有的写着马克龙小偷和马克龙辞职 据报道 法国内政部长卡斯塔纳表示 仅是在香榭利大道就有约5000名的示威者 而其他各地共有2.3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 法国各地派出数千的警察维持秩序 21岁的一名示威者表示 相关政策会演变成为内战 他和其他大多数的公民已经准备好了 数百名警察在抗议者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 阻止他们到达目的地 法国总统府爱之社工 抗议活动主要是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组织 并没有政党或工会的背景 示威者对环保税感到不满 这项政策旨在鼓励人们选择更加绿色的交通工具 除了增税之外 政府还提供财政激励的措施 鼓励民众购买更加环保的汽车 据报道2017年上台之后 马克龙多次被批评与民众有距离 因为减少财富税 有人讽刺他是富人的总统 民调显示他的知识率已经下滑到了20% 在为期一周的全国性的示威活动当中 有数百人受伤 两人在事故当中丧生 警方认为极左翼和极右翼正在渗透抗议活动 试图引发暴力骚乱 示威过程当中有人点燃路障和缓慢行驶的卡车 上周六 法国各地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示威 共有约30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不是中国女性堕落 而是屡蹭热度的余敏红堕落了 兜兜转转几十年下来 多了一些书 发了很多言 赚了很多钱 一张嘴却终究还是被打成土包子 说的就是余敏红 11月18日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余敏红 因发表中国女性堕落论而在网络上引发强烈争议 当天在上海举行的学习例大会上 余敏红称如果中国所有女生找男人的标准 都是这个男人会背唐诗诵词 那全中国所有的男人都会把唐诗诵词背的滚瓜烂熟 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赚钱 至于良心好不好我不管 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得良心不好 但是赚钱很多 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 我们常常说在于女性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是因为中国女性的堕落 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余敏红说 余敏红出生于1962年 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 此后因长期在校外培训机构兼客 而被北大处分 进而辞职创业成立新东方 2006年新东方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是中国首家在海外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 余敏红的言论在网络上招致强烈的批评 中国致命女星张瑜企发微博称 我只能说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 都没有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 没能让你理解什么是平等的两性关系 甚至没帮你搞明白什么是平等 目前这条微博已经被转发超过11万次 并且下方有超过10万条评论 网友找出当天余敏红演讲视频显示 除了涉嫌歧视女性言论 她还在30秒内报了8次粗口 对此中国媒体现在快报评论称 余老师你满嘴的脏话彻底颠覆了你的人设 暴露了你的真实 就满口爆粗这一点而言 你根本不配为人师 更不配给全国的孩子上课 现代快报称 关注传播与性别的学者 李斯盘告诉BBC中文 这是一种中国主流男性的思维方式 他们习惯于把涉及男女的比喻 当成一种沟通说服的能力 没有想到这些玩笑和比喻背后 是厌女症的意识形态在支撑 18日晚 余敏红在微博发布了道歉声明 称我想表达的真正意思是 一个国家的女性的水平就代表了国家的水平 女性素质高 母亲素质高 就能够教育出高素质的孩子 男性也被女性的价值观所引导 女性如果追求知性生活 男性一定会变得更智慧 女性如果眼里只有钱 男性就会拼命去挣钱 忽略了精神的修炼 女性强则男人强则国家强 然而这则道歉声明并没有为他带来谅解 由于炮轰者众多 余敏红关闭了微博评论 但这似乎并未让舆论有所翻转 反而引来了各大媒体的争相抨击 光明日报对此表示 这种所谓堕落关实际上是陈旧的 红颜祸水论的翻版 在过去 史家总结经验教训 总是怪罪妃子们太美 引得君王不早朝 现在呢就说女性都爱挣钱的男人 所以男人只好挣钱去了 都堕落了 这种论调漏洞实在太多 不是一个现代性的认知逻辑 红星新闻也发文回应称 男权思想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平权思维 平权不仅仅意味着男女在地位上的平等 更重要的是通过弱势优先的原则 从制度上保证公平与公正 尤其在就业和教育上 父权于女性 从制度上到思维上彻底告别 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状况 这才是现代社会需要注意的地方 长期以来 新东方教育和余敏洪 一直是个草根的励志的典型 就在今年9月1日 余老师还为全国孩子上了开学第一课 余老师这一波操作与她一直是人的形象 反差不是一般的大 现代快报的时事评论员更是言辞激烈的直接怼道 余敏洪针对女性的观点姑且不论 单看她30秒钟的视频中满嘴跑火车的脏话 活脱脱的痞子风格 哪有半点人生导师的样子 带着惊诧看完这段视频 快报评论员真想对她喊一嗓子 余老师 你满嘴的脏话彻底颠覆了你的人设 暴露了你的真实 就满口爆粗这一点而言 你根本不配为人师 更不配给全国的孩子上课 全国复联北京师复联也随即发声 予以披模 余敏洪在压力之下 于20日专程来到全国复联机关 向广大女同胞诚恳道歉 但这似乎并未让舆论有所翻转 反而引来了各大媒体的争相抨击 近日针对余敏洪有关女性的错误言论 全国复联北京师复联等 均发声予以批驳 11月20日 余敏洪专程来到全国复联机关 向广大女同胞诚恳道歉 并发布了声明如下 各位朋友好 这两天我看到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 深感不安和自责 特别是在全国复联有关负责同志的批评帮助下 我深刻认识到 前几天在某个论坛上 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 是极其错误的 反映了我性别观念上的问题 对女性不够尊重 没有认识到男女两性都应该在家庭和社会中承担责任和义务 事实上绝大多数女性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奋斗努力 为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借中国女网向广大女同胞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一定汲取教训 加强对两性平等思想的学习 在新东方内部积极营造男女平等的企业文化 同时我将借助新东方教育平台 大力宣传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 宣传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有网友顺藤摸瓜搜索了余校长这几年的演讲内容 找出许多出格的表述 恍然间才发现一代励志偶像 不知道何时已经变成了台上那个自相矛盾 满嘴大话论点偏激的中年企业家 甚至是中年大嘴 于敏洪曾说过 资本市场就是你娶了一个女人 然后你还甩不掉 每年你还要为她增长25%的收入 不是因为你爱她 是因为你被绑住了 有网友找出于敏洪的另外一段批评中国大妈的演讲 短短几句描述里 密集的插入了数个国骂词汇 换来台下零零星星的笑声 这时于敏洪到底是在博出位还是露出一个中年男人的真性情 2016年于校长就在公开场合表达过他这种十分简陋的性别观 当时他南下广州 在一场演讲中侃侃而谈 中国妈妈容易情绪失控 一半都不合格 母亲对孩子的影响要远大于父亲 但中国合格的母亲不到一半 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 是从来没有教育过一个女性以后怎么当妈妈 依找朴素留着最简单的短发站在台上侃侃儿堂 这么多年了 或许演讲家还是于敏洪最珍视的身份标签之一 有人噎于老鱼是在用新瓶子灌着20年前的老鸡汤 其实只要仔细回忆一下他近两年来的发言 就能真切的感受到那种中年人想要追上时代的努力 什么话题成为热点 他就急急匆匆的赶上去说两句 从老本行培训教育到手机行业 从股票市场再到互联网公司丑闻 新周刊的评论文章反问 问题是今天的年轻人还会买于校长的账吗 在于校长变成鱼大嘴的过程中 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个过气网红 气喘吁吁的想要追上时代 但却走得十分吃力 偶尔蹦出几个自以为是的金句 大多数的时候是石沉大海 这回总算发酵了 却招来无数的口水账 于敏洪目前还是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 民盟第九届中央委员 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清联常委 1962年9月4日 于敏洪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下岗街道 胡桥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家里 父亲是一名木匠 母亲则是当地生产队的妇女队长 于敏洪还有一个姐姐 是一名赤脚医生 于敏洪中小学阶段的教育 结在江苏省江阴市完成 1978年高中毕业于江阴市下岗中学 同年参加高考落榜 1979年第二次参加高考再次落榜 之后于敏洪上高考补习班 并报考北京大学 1980年第三次参加高考 顺利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期间因换费结合休学一年 198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 留校任外语系教师 1991年9月 因长期在校外培训机构监客 被北大处以行政机构处分 随即从北大辞职 进入民办教育领域 先后在北京市一些民办学校 从事教学与管理工作 1993年11月16日 创办北京市新东方学校担任校长 著有被广大英语学习者号称红宝书的 GRE词汇精选 截至2008年 新东方学校已拥有30余所分校 2000年 于敏洪及领导团队成立了 东方人投资有限公司 卖出其教育产业化的重要一步 2006年9月7日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前身为新东方学校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虽然新东方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新东方的一些元老 却对他没有什么好评价 新东方前老师罗永浩 对于敏洪和新东方集团 有很多批评 罗永浩甚至曾称于敏洪 是他见过的最没有原则的人之一 罗永浩曾说 我当初刚来新东方的时候 新东方在社会上成功的制造了 一个一群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 我来的时候 对新东方有很多很好的向往 期待这样的东西 来了之后慢慢发现 这个机构其实就是一个 百分之百的纯商业机构 当然我不认为纯商业机构 有什么不好 但是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 没有原则的商业机构 总是宣传什么 百年教育报国薪 就比较恶心了 你如果是一个商人 纯粹是为了赚钱 大大方方赚钱 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但总是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 把自己塑造很高尚 很纯洁 就太虚伪了 我很讨厌虚伪 很遗憾 后来我发现 于敏洪 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 最没有原则的人之一 罗永浩还说 于敏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 他用老师的原则很简单 只要学生说好 只要学生欢迎 他就重用 不管是用什么手段 不管这个老师道德品质方面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举些例子 比如说现任教托福的一个老师 叫马骏 这个人来了以后 是教托福听力了 到新东方以后 把所有的听力老师的课 全都听过了 然后他把别人讲的东西 全部照搬回去 除了讲题目的方式 还把别人讲的人生经历 笑话 伤感故事等等 全部搬到自己身上 讲给学生听 新东方托福课 有两个听力老师 搭班上课 两人讲同一个班 他甚至把搭班老师 讲的人生经历和笑话 赶在对方之前讲 等到那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一讲点什么 下面的学生就哄场 认为那个老师无耻 这么不要脸的人 就因为不明真相的学生 给他打高分 所以新东方在事后 居然没开除他 只是警告了一下 新周刊的文章写道 从农村出身 到北大毕业生 再到富豪 于敏洪的人设 和新东方学校相伴相生 乘着90年代的留学潮 一路做大 说实话 于敏洪的经历 的确算得上是非常励志 他的坚韧 勤奋 机敏 也都是值得普通人 崇拜的特质 再加上不端架子的亲近感 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这种声望的顶点 大概就是2013年的 那部中国合伙人 可是形势比人强 一段故事被反反复复 举嚼 人们就觉得他不再新鲜 而对一个身价 越来越高的企业家而言 继续坚持平民视角 也变得不再讨巧 徒流老鱼 变成了企业家圈子里的汪峰 想方设法往头条上冲 结果就是教主变大嘴 只需要一天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就在美中两国领导人 准备会面商讨贸易问题之际 中国入市谈判首席代表 国家对外经贸部原副部长龙永图 18日罕见的公开质疑 北京应对贸易战的策略 龙永图在第九届财新峰会上表示 贸易谈判要就事论事 不应与政治掺和在一起 否则永远无法达成协议 龙永图还特别指出 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进口关税的举动 是一个草率的政治决定 龙永图说 自己早在中美贸易战爆发 双方互增关税之前就曾经提醒北京 如果采取反制措施 应避免将农产品作为打击对象 而应将打击农产品作为最后的办法 他说 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农产品 作为对川普政府对340亿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关税的回应 中国在今年7月宣布对大豆等一系列 美国进口产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一些分析认为 北京选择大豆等农产品作为反击目标 目的是针对川普在美国中西部的 农业州主要票仓 龙永图说 我们应该避免将农产品作为打击对象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瞄准农产品 他说 根据自己对中美贸易的经验 农产品是非常敏感的 尤其是大豆 他指出 中国迫切需要大豆进口 所以为何我们一开始就选择了大豆呢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不过中国进口商近几个月 一直在进口巴西大豆 豆博库存充盈 美国农产品公司 Archel Daniel Midland主席兼全球贸易主管 加里麦归根称 中国客户千方百计寻找大豆供应 但未有一人提及会向美国购买大豆 荷兰农产品交易商路易斯德雷夫斯指出 巴西距离粮食收成期只有不足一个月 当地供应十分稳定 几乎没有威胁 只是邻国的阿根廷天气情况不稳定 当地的收成期较持 巴西农业部14日表示 今年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量有可能创新高 法新社的评论指出 龙永图这一罕见的公开批评凸显中国高层内部政治分歧 但龙永图对美中贸易纠纷解决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 因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也损害了美国利益 龙永图还说 WTO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系来之不易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体系能够替代目前的世界贸易体系 不能让WTO的规则和体系被颠覆 几天前在三亚举行的第五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 龙永图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表示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出现反全球化或者说逆全球化趋势 对此中国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潮流 来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选择 龙永图指出 如果我们用一种渊渊相报的办法来对待贸易保护主义的话 对于全球的经济和贸易的视野就有很大的伤害 谈及博鳌亚洲论坛的诞生和发展时 龙永图表示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正好2003年出现了非典 因为博鳌亚洲论坛原定2003年4月份召开它的年度会议 当时非典严重北京的大街上面基本上见不到人 整个中国还有东亚很多国家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此当时在北京就组织了一次非常规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 当时可能大家都不敢想象是在北京的亚洲大酒店举行的 参加会议的人戴着口罩 我想戴着口罩参加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 龙永图称当时他们邀请了一些国外代表参加 但是国外代表戴口罩参加不可能 只好派人到国外给他们做了一些录像会场 发言放了视频 博鳌亚洲论坛就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成立了 他说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推迟到了11月份举行 那一年年会确实非常困难 举行午餐会的时候因为人多但准备的桌子不够 所以就可以看到董建华先生作为香港特首 拿了一个盘子东转西转 想拿几个菜却找不到 当时听说李嘉诚与李泽凯先生那次也来会议了 他们是住在一个简单酒店里面 房间里面没有厕所的 所以李泽凯半夜起来从自己的房间到走廊里面找厕所 这个对于他来讲可能也是难忘的经历 上个月龙永图在深圳一次演讲中还对中美问题进行了讲解分析 他说总的来讲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三件事情 一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二是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导致的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 三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 他说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央给的原则 本来这三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了很多的谈判问题 当时中央给我们三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我们就可以接受 第二条原则是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符合我们改革的方向 但是我们一时做不到那么我们可以先同意 然后排一个时间表到底是三年做到五年做到七年做到还是八年做到 第三条原则是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根本不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 那就坚决不同意 他认为从目前涉及到的中美贸易摩擦的三个问题来看 只要美方能进行平等真诚的谈判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一旦双方都有谈判诚意的时候 我想中美贸易涉及的三个大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这就使得我对于当前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是有信心的 因为美方提出的问题基本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搞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龙永图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政府方面对于经济贸易问题 特别是对于中美经贸问题做出了一系列误判 比如川普认为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顺差和任何国家的贸易逆差都是美国吃了亏 所以川普现在到处宣传一点就是中美贸易逆差 美国人吃了大亏 美国人民要把它着巴回来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 因为美国现在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贸易当中 其中101个国家美国都处于逆差 美国处于逆差完全属于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原因造成的 由于这次中美贸易摩擦 很多人认为美国开始全面遏制中国的政治行动 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提出可能是中国和美国新冷战时代的开始 龙永图并不同意这一点 他的观察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香港玛丽医院16号发生有协议犯假借尿盾 拆除假天花板逃走事件 经过36小时之后 这位逃犯被警方发现藏匿在一间酒店内并遭到逮捕 翻查资料以后发现 这位名叫李亮的遗犯来头可不小 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医学士及神经生理学博士 也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环保科技第二大股东 星岛日报揭露李亮出身背景相当神秘 而且还拥有多个身份 他的父亲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前主席 并在2016年转让李亮80%股份 除了剑桥大学博士的头衔以外 李亮还在2006年取得加拿大新安大略大学数学及统计学理学士 2013年取得香港科技大学投资管理学硕士 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升职医学诊医生等 根据香港零一新闻 李亮曾在中国的媒体自我介绍说 自己是剑桥博士毕业生 并从事辅助升职医学相关工作 声称是要帮助一些晚婚或是不育夫妇怀孕生子 更讲述有关美国试管婴儿的闲助生育的服务 也一些数据和医学名词解释影响女性生子的因素 说的头头是道 根据了解 李亮在中国公司的身份是李立化 根据网络资料 以李立化这个名字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公司 大约有18家 其中许多是医疗相关公司 总资本超过上亿元人民币 并多次遭到处罚或是警告 根据苹果日报 其中一间名叫罗迪欧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曾被指出生产经营存在严重违法行为 另外一家主要业务为美容皮肤科的 上海博生医疗美容诊所 也曾受到行政处罚 34岁的李亮其实有前逃先例 他曾经在2015年6月 利用李立化这个身份的证件到香港 向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 在被揭发造假以后遭到起诉 同月在东区裁判法院 获得已超过百万元现金保释 但他却弃保前逃到多明尼家 之后改用李亮这个身份多次出入香港 甚至继续活跃香港市场 去年1月中国环保科技 向李亮收购太平洋升职医学中心 李亮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他在今年9月初 还曾出席在四川成都举办的 第一届中心生殖医学高峰论坛 甚至担任主持人 这也是他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 而在这个月14号 李亮为了要亲身为数亿港员的保证金平仓 在知道身份可能败露的情况下 回到香港 在机场被早已获得情报的警方逮捕 他之后以身体不适为理由 自爆患有艾滋病 而到玛丽音乐治疗 并在上周五逃离医院 警方之后在监视器 以及热心市民的举报下 将李亮逮捕 值得注意的是 李亮上周五上午逃离医院时 一直少有成交的中国环保科技股价 则在同一天下午开市后离奇暴跌 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跌到最低价位 不排除是有人做空讨县 目前李亮已经被暂时控告逃离合法纪压罪 另外两名同党分别被暂时指控 协助及教唆逃离合法纪压罪 三人今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压后到12月17日再讯 根据了解 李亮并没有申请保释 两度落网过程可说是曲折离奇 也让他神秘的身份陆续扶上台面 以上是陈佑佳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我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快速的恶化 非常的忧心 非常的担忧 如果这两个国家 这个世界的老大和老二 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现在占世界总产值23% 中国15% 而且中国很快如果美国没有办法 或者不给中国倒太大的乱 美国现在有些人 有些比如说这个共和党的右翼 一些保守党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智库 反正是有一个主要的观点 就是一定要打压中国 不能让中国超过美国 而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的竞争 快速的加剧 从一年以前 还说是双方要发展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 这个新型大国关系 到现在已经在谈论 不光是贸易战 彭斯谈到了冷战 习近平谈到了热战 美国的智库也在谈论热战 那么从我们回顾过去500年的世界史 基本上发生了16次 这个老大和老二的争夺 这个地缘政治的角逐和竞争 那么其中呢 这16次中呢 12次是以战争这个手段结束的 另外的四次呢 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呢 其他因素相等 比如说吧 这个人性 人性是相等的 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比如说我们假定都那些相等的话 那么光是这个大国的角逐 未来可预见的 10年到20年内 这个老大和老二的竞争 导致军事冲突的几率 应该就是在75%左右 这个用和平方法解决的那个几率呢 是25% 所以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么大国这个 在二战以后啊 就是建立了这个所谓美国领导下的和平 美国领导下的和平呢 就是美国领导的盟国 在二战中打败了德国和日本 在那之后呢 建立了联合国 然后马歇尔计划 扶植欧洲 扶植日本 对抗 但是单一大国维持下的和平呢 基本上就维持了五年 四五年到五零年 五零年的时候呢 美国就已经 在美国面前已经产生了一个挑战者 就是前苏联 那么这两个国家呢 又产生了新一轮的角逐 但是那一轮角逐呢 最后是以和平方法解决的 所以说呢 就是老大和老儿之间的角逐啊 就说 即便是你的政治制度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定就非以战争的方法解决 他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以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 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 问题是看你怎么去做 那么在美国维持下的和平的次序下呢 人类的 人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很多地区的人均收入啊 提高了一百倍 这是 这速度是相当高的 新技术的产生 乘出不穷 然后呢 那个 无数的国家 摆脱了贫困 摆脱了赤贫 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大概在过去的40年的改革开放中 有7亿人口 摆脱了贫困 而 这个中国之所以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实际上是和 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和美国 通过 通过向中国提供一定程度的帮助 给中国提供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还有提供巨大的市场 提供一些技术援助 鼓励中国加入各个世界组织 国际组织 这都是有关系的 可是呢 现在中国呢 长大了 这个 不再是 这个 当时这个 美国就决定 连中抗苏的时候 当时那个情况 当时呢 中国的总产值 在这个 70年代末 大概只占世界总产值的2%到3% 很低的 当时美国应该是占 世界总产值的35%左右 现在呢 中国赶得很快 15了 已经15了 而且呢 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速度 按照目前这个趋势 发展下去的话 大概会在 2025年到2030年之间 就超过美国 在世界总产值中 所占的比重 如果用那个 购买力评价来计算呢 实际上在 2010年左右 从 或者2015年 2015年左右 基本上当时用 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 中国的 这个人均收入 已经超过了 这个中国的GDP 已经超过了美国 虽然人均收入 比美国还差很多 所以呢 西方的一些政治家说 我们呀 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其实不应该让中国 参加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呢 中国那个 在经济上呢 完全的融入这个世界经济 他的这个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可是呢 他的这个政治制度呢 又拒绝改变 他的这个共产 共产党的这个政治哲学 他的这个威权主义的这个统治模式 他的这个极权主义的统治模式 一种这中世纪的这种传统和治理模式 在根本上被保持了下来 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那个所以呢 尼克松呢 在他晚期啊 在他去世前的一两年啊 他跟一个著名的美国记者 叫William Safai Safai 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 那个纽约时报的 是吧 他说 他说我们是不是 自己给自己 创造出了一个 Franconstein 就是Franconstein就是恶魔了 他说等于尼克松有点 自己他其实也有点后悔 就是说 而因为那个把这个联中抗俄 是尼克松主要做的决策 他说我们是不是给自己 创造出来一个 一个新的Franconstein Franconstein这个魔鬼啊 人类是没法对抗的 所以呢 他们现在忧心忡忡 他们现在 这个 在这个地缘政治方面呢 和战略上呢 都在做出一系列的调整 在去年 1月 去年12月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还有这个 今年2月份提出的国家 防务报告 等等一系列的报告中 都提出了 要把中国看作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而中国这一方面呢 他们 一方面 他们提出了一些 这个令人感到 会非常有兴趣的 口号 比如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这样的概念 这个 实际上主张呢 就是说 各国之间呢 要和谐相处 人类呢 都在这个 同一条船之中 所以呢 要尽量的减少 国家间的 这个 竞争 和角逐 而应该更多的合作 来促进 全人类的 共同的发展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你注意一下 中国政府 所允许 甚至纵拥的 他们的 所谓的 大外宣的话 前几天 我就看到 那个 在他们的中国梦 这个 这个视频里面 他们的这个 评论家 声称 说 如果 他都没说 如果了 他说 我们要打仗的话 我们 根据我们现在的 钢的产量 我们的钢的产量呢 实际上是 全世界所有的 国家的钢产量的 总和 如果用这个数字 来参照 二战中的 日本的 这个钢产量 或者美国的钢产量 来计算 的话 我们 我们可以用这些钢 生产几百万架飞机 几百万辆坦克 我们可以 轻而易举的 很快的 占领 整个的 亚欧大陆 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香港 还能用吗 我觉得香港未来 这个能用的可能性 已经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正在 大规模的 摧毁香港的 英文文化 摧毁英国人 给香港建立起来的 法治体系 成为英国人 给香港建立的 国际 金融港 自由港的这种 品牌 地位 香港 香港正在大陆化 虽然大陆那么多城市 不缺一个香港 但是这些管理者 大一统的思想 大统一的思想 革命的思想 文革的思想 就要把香港 搞成给 清化的怪才主 不是怪才主 就是搞成 猪圈的猪 就跟那些 大陆的这些城市 一样的 变成 自己的一个 领地 所以呢 在过去几十年 近二十年 统治香港的过程中 不是统治 就统治香港的过程中 中国 采取了错误的战略 把香港这个自由港 正在大规模的摧毁 派了一批 生在农村 长在红旗下 这个 混在团组织 党组织 里面的这批 这批 党共 不是党共 错了 这也不能说党共 叫政客呢 也不叫完全政客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这批派的 在香港去 大规模地把 落后的 腐朽的 这种这个 纸醉精密的 肮脏的这种文化 在香港那个扩散 依靠这个 中央的权力 终于 占了上风 所以某位官员 某一天早上 得意洋洋的 给香港人说 你看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你们不管怎么折腾 没用 这完全是文革的 这种思路 这种语言 意思就是 你随便怎么折腾吧 对吧 这种语言 这种官员 一定会把香港 搞成他们 他小时候的 那个小山村的文化 那香港人 现在看到 到处都是 抗议的 那如果中国 现在要再借助香港去 搞这种先进技术 还有没有呢 首先香港人 还有没有那么热气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美国又放出了一个消息 说要去掉 香港的这个 单独税务 关税区的这种待遇 独立关税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人 也看 认清楚了 我有时候 给香港 给的技术 香港人拿去 都给大陆了 所以让他 对大陆的这种制裁 技术管制 失效 而且美国人 现在越来越认为 香港就和大陆 没什么两样的 香港都听大陆的 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的呢 香港大陆化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简单几个例子 第一 中英联合公报 公然的被这个 外交部发言人否定 说这就是过去的 签的协议 我特别奇怪 这个家伙啊 就是没有这个 契约精神 哪个协议 不是过去签的 是未来签的呢 对不对 说出这种话 就说明 傲慢和偏见 和对法律的无知 或者谬视 到了何种程度 所以摧毁了 中英联合声明的 这个基础 这是当然英美都看的 眼里啊 他不相信你了 对不对 第二呢 香港的金融体系 能不能顶住 这很难讲 现在国际金融 算有一批人 在做空港币 那么尤其是这个 人民币 在香港大规模的流入 然后去通过这个 人民币的流入 催高香港的房价 导致香港的这个 除过房地产 暴富 其他的各个产业 几乎都被打垮 撑不住的 对不对 这么高的房价 所有的产业 都被撤走 金融体系 我个人认为 香港的金融体系 以后挺麻烦的 勾美元 能不能勾得住 有人讲 港币要勾大陆 勾人民币 勾人民币就没价值了 对吧 没有国际幸运了 就跟人民币一样 因为人民币黑箱作业 你自己印起来的 他叫什么 无猫印钱 自己想印多少印多少人 更重要的是香港的言论自由 在香港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 那么谁还爱香港呢 他就到台湾去了 到新加坡去了 对吧 这个跟香港的这些传媒产业都被大陆控制 还有一个是 以前发生的这个铜锣湾事件 这都有影响 再比如说香港的法制环境 香港的法制环境 遭到破坏 这个主要是大陆人干的 北面人干的 为什么呢 没有那种法律意识 没有在这种法律体系下生活过 想怎么干 再加上有些人是有特权的 所以这个特权就起来了 这个主要我们看一下 这个很多人说香港的法律很好 你看这个曾荫权都被 曾荫权是拿了一个别人的二手的跑步机 然后用了一个别人的一个什么航空 这个叫积分卡 积累的积分 这还有个什么 我当时看完以后 我由衷地感谢曾荫权 这是一个大大的清官 这是个好官 还有一个就是他 用低于什么市场的房价 租了一个深圳的房子 几千块钱吧 哎呀那我想想看 跟曾荫权同学比起来 大陆没有一个清官 我敢这么讲 从冲率上的 穷的不算啊 穷的你说你那个地方 没有那个跑步机 那就没办法 对吧 几乎没有一个清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在大陆都算人情 这怎么能算送礼呢 大陆谁敢把自己的二手的跑步机 送给别人 你自己脸上都挂不住啊 对不对 这东西能送人吗 对吧 我送别人一块表 还要想一想 这送个日本表拿不出手 你总不能送给什么卡西欧 什么 什么金日成 不是金日成 叫什么 金工啊 西铁城 西铁城 对吧 送不出去 你得送个瑞士表啊 对不对 谁还拿那个跑步机送人 真是丢人 哎呀 所以啊 这么一对比 你看大陆跟香港的这个法制体系差距多大 对吧 哎 把曾一全同学放在监狱去了 这是 这哪有法律嘛 对不对 哪有法制嘛 所以 这也另一个方面看出来 这个统治集团失去了正义 正义 正义感 正义观 什么叫正义已经不讲了 就他认为的正义就是正义 这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西方正义哪里来的 来自神 只有神敢说什么是正义 或者波拉图说过一句话 什么叫正义 就是你送自然之事 那个才叫正义 不能逆势而行 对吧 但是 现在看来 大陆是没有正义观 没有正义观 就导致 各种怪事 稀奇古怪的事情 全部发生 连曾英全同学都能送到监狱里面去 对吧 那后面的这些行政长官 这些警察 那是不是 对不起 是不是很多人啊 都应该送到监狱去 谁把香港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啊 香港本来是中国 在国际金融体系里面 非常好的一个棋子 非常好的一块政地 自己把它摧毁了 是中国跟世界经营接轨 良好的一个平台 是中国跟美国跟英国 英联邦 进行对话的良好的平台 自己把它摧毁了 把它变成一个 小城市 香港曾经是中国大陆的 GDP的五分之一 就是北京上海加深圳也没有香港多 现在的呢 北京深圳上海 各个都比香港的GDP大 当然人口不说了 对吧 这也说明香港真的衰败的很厉害 用了97年回收香港 大概用了20年的时间 摧毁掉一个城市 不仅摧毁了这个城市的经济 金融 还摧毁了他的这个价值体系 摧毁了他的自由 法治 这 所有的中国人看到都应该痛心啊 什么样的力量 要去这么干 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么干 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和社会管控上 都是非常非常失败的案例 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但是有人就看不见 而且照样这么干 那么美国人也看出来了 你既然这么干 那么你们就一起吧 所以把香港啊 也可能会变成一个跟大陆一样的 一个关税区 那怎么办呢 所有制裁大陆的都会放在香港身上 甚至香港人以后这个免签有没有 很难讲 这个呢 就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自己过去是多么的愚蠢 当美国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压制的时候 你才发现 你杀掉了香港这个下代的鸡 怎么办呢 统治者无能啊 事业这个转起啊 导致今天这种局面 这还不是最坏的时候 的 这有什么样的 对 即使呢 真的 你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